原來是兩黨的交流,是中國北韓黨跟北韓、勞勞黨的交流 結果到了一天,他帶你看什麼,去看豬裝工廠啊,然後去看一些獨足輕重的東西 然後今天他們一門,也就是他們激進,因為結果在中國,為什麼不能開當天? 其實呢,馬上說,現在我們來看新聞堂,來,方便在我面前 那在這個時候,現在對中國來講,人事八點,打爆,沒有歸入了 所以這一次中國對北韓的制裁,可能是目前最高的時候,難怪這一次北韓 在北韓,東北韓,大船來佳,都能opt辭,在北韓 讓我想,靠物尼職,做出一個地方